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交換意見 台灣宣布全境轉入疫情第三級境界 特斯拉中國業務受挫 4月銷量暴跌 美中直接投資跌至過去12年最低水平 阿根廷宣布暫停牛肉出口 起因與中國有關 作為南美的木農大國 阿根廷是全球人均消費牛肉最多的國家 而由消費總量來說 中國人在全球牛肉市場領先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9日在《原材料》節目報道 阿根廷暫停牛肉出口30天 希望重新規範國內市場價格 阿根廷政府解釋說 這是一項臨時性措施 阿根廷當地的牛肉價格 在一年內價格飛漲 全民遭殃 肉類在阿根廷是主要食量 人均每年消費量在40公斤至50公斤之間 而歐洲的平均消費量是14公斤 在阿根廷經濟已經相當困難的背景下 生活成本在過去12個月增加了46% 如果肉類價格上升 日常生活將會很快造成問題 可能會引發民眾對政府的不滿 費爾·南德斯說 阿根廷牛肉價格飛漲 並不是無從解釋 主要原因是中國人的好胃口 中國現在消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牛肉 專門研究肉類市場的經濟學家 施米耶說 中國人進入國際肉類市場 已經有十幾年 但從來沒有想像過 北京會造成肉類市場呼吸 中國人入貨什麼都買 豬肉 牛肉 羊肉和家禽 報導認為 這是中國健康事故 反覆發生的結果 譬如禽流感 豬瘟等 近年來 中國生畜數量急劇減少 原本銷售去澳洲的南美肉類 現在主要轉燒亞洲 近幾年 阿根廷肉類的出口不斷增加 中國佔了80% 不過阿根廷的產量 就幾乎保持不變 尤其是由於大豆種植面積的增加 減少了牧場的可用地 可用的產品少了 當地市場的供應也緊張 施米耶還表示 阿根廷暫停牛肉出口之後 國際上的牛肉價格 應該會出現上升 因為中國最大的肉類供應國 將會離場一個月 為了慶祝中共建黨8年 用來吹噓習近平正職的手機應用程式 《學習強國》 成為官方極力推廣的慶祝活動之一 上海的汽車製造商 更加將該程式作為出口 鼓吹開車 也可以學習強國 上海汽車和斑馬此行 日前宣布 已經打造出 《學習強國》車載版 上海汽車榮威RX5 Plus 成為首款 預載《學習強國》的車種 《學習強國》軟件 由中共宣傳部主導 在2019年元旦上市 貼有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時間等 以全面歌頌習近平正職為主調 當局強令各政企 事業單位成員 安裝並向民間推廣 並用積分制度 鼓勵使用者 閱讀軟件和影片 換積分可以換物品獎勵 或者用於公務人員的 考評指標等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上海汽車和斑馬此行 在宣傳廣告中聲稱 車載學習強國程式 將會為用戶 得來全場景學習新體驗 深度融合出行場景 在汽車行駛途中 得出影音內容 一個就是播放核心重點內容 停車時 就可以看影片學習 此外 學習強國車載版 還能和用戶其他硬件同步 實現積分同步功能 法國時事評論人士 黃龍蒙表示 許多中國企業 將外黨和表忠習近平 當作生意桌頭 中共利用高科技 對民眾洗腦和控制 更可怕的是 學習強國 早已被踢爆 會搜集個人私料 在車上安裝這套APP 行蹤將會被當局完全掌握 學習強國軟件推出後 醜聞不斷 大陸多地警方通報 有不法分子利用學習強國軟件 進行詐騙 許多用戶被騙財 高達8萬元以上 2019年10月 美國開放科技基金發表報告 指出學習強國軟件 存在巨大的安全漏洞 中共當局 可以通過這款應用程式 獲得超過1億用戶手機的信息 相片 瀏覽他們的聯絡人 瀏覽網站的歷史記錄 甚至可以激活手機的錄音設備等 日本防衛大臣 岸信夫19日和澳洲國防部長達頓 舉行電話會談 針對台灣局勢交換意見 這次是岸信夫受任防衛大臣以來 第一次和美國以外的國家 討論台灣局勢 很罕見 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 岸信夫在會談中強調 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並表示 有關台灣問題 期待當事者之間 透過直接對話和平解決 兩人對於中共在東海、南海 似圖以武力 偏面改變現狀的做法 都強烈反對 對中共施行可動武的海警法 兩人都感到擔心 日本放送協會報導 岸信夫和達頓的電話會談 時間大約1小時 兩個人在會談中都認為 為了維護自由而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日本、澳洲和美國這3個國家 應該加強國防合作 此外 日本和澳洲兩國防長 都譴責3月份 北韓發射彈道飛彈一試 並且認為北韓 所有的彈道飛彈 應該做到完全可接受檢驗 不可逆轉的撤除 日澳有必要加強合作 盜絕北韓在海上 不法轉運物資的行為 另外 澳洲退役少將盜蘭 最近接受亞洲傳媒 《天空新聞網》訪問時警告說 如果中共試圖以武力控制台灣 美國和中國將會無法避免爆發重大戰爭 杜蘭認為 如果美中兩大超級強國發生戰爭 澳洲將會面臨來自中國的直接附帶攻擊 中國將會以飛彈和網絡攻擊 鎖定澳洲 並且試圖進行海上封鎖 台灣的中國病毒疫情嚴峻 台灣全境疫情境界級別 提升到第三級 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5月19日公布的最新疫情 台灣當日新增275宗確診病例 其中本土267宗 境外移入8宗 台灣連續5天本土感染超過100宗 台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19日宣布 提升全國疫情境界級別至第三級 直至5月28日為止 早前 台北和新北兩市 已經在5月15日 進入三級境界管制措施 三級境界意味著 所有人在外出的時候 都必須全程戴上口罩 室內聚會限制5人以內 室外集會就限制在10人以內 除了基本服務 警察部門 醫院和政府大樓之外 各種商業和公共場所都將會關閉 在那些仍然開放的企業和公共機構之中 需要控制人群的密度 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 工作場所必須遵守防疫要求 這次是自從去年疫情以來 台灣首次在全境 發出第三級預警 針對台灣本土個案快速攀升 近日有中國大陸傳媒報導 台灣要訪校大陸興建臨時醫院 陳時中17日回應說 台灣目前沒有這樣的考慮 據報導 新北市長侯友宜曾經表態 要興建臨時醫院 不過後來宣布 徵用大型旅館 一人一訪 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計劃 直接徵用大型旅館 電動車廂特斯拉 在中國經歷3月份的銷量高峰後 4月銷量大跌 特斯拉在4月份 經歷車主踩場風波 到現在仍然陷入輿論焦點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信息網的數據顯示 4月份中國生產的特斯拉 在中國註冊11949部 相比3月份創紀錄的 34714部大幅下跌 而根據德國道醫師寶 愛心大學汽車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 特斯拉汽車今年4月份在中國的銷售 比3月份總體下降了65% 對於4月銷量下滑的原因 第一財經獲釋 是因為上海車廠的Model Y 生產線在4月停產兩個星期 以升級產線設備 另外據時代財經 引述廣州直銷店的說法 和上海車展等一系列事件有關 但卻沒有影響原本對特斯拉 那樣興趣的消費者 另外據5月19日消息 特斯拉在今年第一季度 受到知名對沖基金經理 麥克爾帕利做空 根據披露的持倉數據顯示 截至3月31日 他持有80萬零100股 特斯拉的價值5億3440萬美元 由今年1月份以來 特斯拉的股價持續下跌 截至5月17日收市 累積跌幅35.9% 總市值蒸發超過3,115億 3,115億9,000萬美元 但5月18日晚 特斯拉和美股的新能源汽車股 都大升 特斯拉上升3% 最新報告顯示 美中兩國2020年的直接投資 降至159億美元 是過去12年來的最低水平 美國經濟研究公司 榮鼎集團 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星期三發表的一份報告說 2020年 美中兩國直接投資額 不夠2016年 700億美元投資額的四分之一 是自從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報告還說 2020年 美國對華投資是87億美元 同比下降大約三分之一 是2004年以來最低水平 2020年 中國對美國投資為72億美元 比2019年的63億美元 略有增長 主要靠兩筆大型收購推動 包括騰訊收購環球音樂集團 環球音樂集團的部分股權 以及哈約集團7億7千萬美元 接手破產的建安喜公司 報告還提到 雙方風險投資的總價值 和融資輪數 也略有下降 中國在美國的風險投資 略有增長 但是升幅就只是微乎其微 相比之下 美國在華風險投資 跌至五年來的最低水平 以上是今天帶給大家的主要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和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的欄目還有其他粵語內容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